就没见过他一个人 就是他不管到哪 到北京也好 到深圳也好 他身边永远是一个 所以我就 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帮派 我就叫他温州帮 我说你怎么身边老 要跟着一些人呢 他说这都是老乡 我估计蔡东家可能 对他这后边 还不真是完全是黑暗的 他甚至也有那种相互提携 相互帮后辈的那种感觉 他甚至有点责任在里边 就是他可能前边 比如说这个父亲 或者祖父一代 是唐兄弟啊 或者干嘛的 所以你作为这个小房头的头 你就是有责任 要去提携后辈 照顾家族 没错 我记得我看 蔡国强的一个纪录片 就那艺术家 他去外国办展览 他也姓蔡 他也是一个房头 蔡房头的 就是把他们全村 恨不得都带着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 就是全村跟着走 全村跟着走 所以我觉得可能 是那地方的习惯 而且我觉得可能朝上的 他们这宗族文化 又有点特别 我原来看篇文章就讲 为什么他们宗族文化 这么厉害 其实因为讲清朝的时候 那时候为了方便收税 他们就按宗族收税 所以就是一个大的组长 然后他就是控制 所有的地方的家族里 所有成员的钱等等 那如果你是不在这个宗族里 你就要加入某一个宗族 这样就是收税 必须得找到组织 对 这样收税更方便 所以我觉得可能 就从历史延续下来 他们的宗族感 就特别特别的强 尤其他形式感的东西 就是那个祠堂 你到南方 现在就保留最好的祠堂 大部分还等南方 北方就完全破落 甚至被拆了当文物都卖了 然后北方呢 是北方的整个农村呢 都是非常分崩离析的 那种小自私 小个体 像这个南方 尤其我们说的是岭南 比如广东 广西 福建 这些地方 还包括江西一些地方 它是一种大自私 就是这种一个村 它是一个自私的现象 而且非 就是它那个 就胶着在一起 你弄不动它 它的这种速度 就是凝结速度特别快 你比如啊 就我想多年以前啊 我到法国去 法国去都是温州房 法国当时呢 这个有好像几万温州人 他们迅速就能集结在一起 马上就凑钱 而且那个凑钱的方式特别简单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事 说需要三万块钱 咱这屋里有几个人 三十个人 一人拿一千 这钱就扔上了 不需要线条 没那么复杂 什么都不需要 就是他们就在这桌子上就完成了 那北方人好家伙 就算弄 他说我拿一千啊 俩月了那一千也没拿出来 你说 是不是就那个意思 所以你就看出浙商 对 精商 而且他 首先他 我刚才说 他凝结速度非常快 就表现在这个资金的硬度 愿度付出 当时是什么呢 那温州人呢 可有意思 他们跑到那个法国去 想想都想发财嘛 一看呢 最简单的发财方式 你开不了餐馆呢 就是卖东西嘛 一看卖什么呢 爱飞铁塔底下 小模型 模型 全是黑人卖 黑人就是干的 都是北非的人们 就买这个 多少钱 那双是法郎呢 就四十法郎 温州人买一个回去啊 几个人 几十个人 传一个班子 拿回去 一礼拜以后上来了 多少钱 八法郎 你那卖四十法郎的 非洲人就根本 就不知道该怎么 对应这件事 他不是你卖四十 他卖三十八 你们拿来回去 当场就全灭光 灭光以后 就全是温州人买 温州人原始积累完了以后 哗就都退了 不玩这事了 以后黑人又冲上来以后呢 还是四十 一点进步都没有 一点进步都没有 就是他们的脑子都不灵 都是个体的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温州啊 潮汕这些人在全世界的那个经济上的成功 一定有道理 他就是文化背景 你忘了前些年那个温州炒楼团嘛 你弄不动 抱团 一买一动 对 所有人在这上没有人退缩 我们都是什么呢 北方的很多文化都是嘴上说特凶 说咱冲上去干什么事啊 心里想 我才最后一个 问题是他不是一个人想 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如果一百个人冲上去 有一个人这么想 那没关系 问题是一百个人 有九九个人这么想 这事根本干不成 其实呢 就是说 所以说咱们看到跟这个活化石一样 你知道吗 但是当然你知道 它是在一个逐渐没落的过程当中 就现在可能就在这个一些边陲的地方 你看还能存在 但是大部分地方 我倒是想起您的另一篇报道 你记得有个叫周雨昕的吗 前些年 那个小老板 杀了老婆 杀了谁 杀了十个 东北 东北 辽宁的 对 他去采访 砍了108刀那个吗 108刀 蛇虎传 他杀了得有十个 十一个还是十二个 债主 债主 当时这个事闹得太大 我就是看他那个报道 我就发现呢 你的这个记者写得非常谨慎 就是这个写的 比如说 说他家里有人得过精神病 那马上就是说 你不能说他得精神病 得精神病 他这个罪行 应该不要惩处啊 所以你写得很谨慎 是的 但是我记得你有一句话 你就是大概就是说啊 这个剧烈震荡的乡村 和这个什么城镇化 不是这个小老板 他的生活经验 所能承受的 所能承受的 我当时就不知道你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我明白 其实我做记者那七八年啊 就经历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案子 就最后你看到那个社会环境 那根上 这句话其实都是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 就说什么呢 比如说原先老百姓 他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 说你家日子过好一点 我家日子过差一点 但是也差不那么多 对吧 顶多说你家盖了五间新房 我家还是破房子 对吧 就是这种 这种市场经济的这个环境之下 大家的那种创造能力 财富的能力啊 拉的不那么大 但是一旦这个地方 它会被一个更大的 外界的偶然因素所触及 比如说修高铁要过你们村 咱要征地了 对吧 或者比如说你这个地方 被一个房地产老板看上了 咱要去盖楼了 征地了等等这些的 它就在短时间之内 或者说有一个什么工厂啊 开到你这来了 它就会在短时间之内 一部分人一下子就 就偶然因素它要爆发了嘛 对 比如说征地一下子说 你说一个平平常常 一年可能挣个三五万的 一个农村家庭 应该补你三百万 就是人啊 在这种突然到来的 这种机遇和财富面前 他其实没有承受能力 人也没有 更没有那种驾驭能力 所以他又会有 各种稀奇无外的事出来 他有可能说膨胀了 哪里三百万去赌博去了 那你一赌肯定会出事 也有可能是干别的去呢 说我头脑发热 我要去做大生意 我要去盖个工厂 但其实你没有能力 去驾驭这么多财富 你没有能力去搞那个工厂 那么就欠一屁股债 完了又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这个是我那话的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城镇化的过程 其实这个震荡 相当大 有些人看得有些奇怪 你像有一个城市 我就没说那城市 很有名 你说那城中村 那个你见过没有 有意思 一下全变成百万富翁了 就他们那个村 然后呢 你天天晚上去 集体打麻将 几十桌 每天晚上 就打麻将 这个现象非常严重 就是在城市扩张的时候呢 就是城乡结合部都要发财嘛 发财以后呢 你就 咱们别的城市 不说 说北京总成 对不对 北京的很多 就是城乡结合部 一道改造的时候 一个家庭 弄了十套二十套房子 然后它就变成什么呢 它变成这个社会的一个 寄生的 这么一个家层 这些人就靠寄生活着 把房子一租 你比如 我们那个地方 它在这个城区和机场之间 在这个位置 我原来认为 那房子能租多少钱 不值钱嘛 我后来发现 那个房子跟城里房子 差不了太多 但是它一下来了 这么多套房子 它的生活马上就变得 非常的腐化 就是 就是 它闲着 开着就好 它不知道该怎么弄 所以它就会出现 放贷 放贷肯定 并不是银行利息 就是高利贷 是的 就会出现各种人命就出来了 所以你把人逼死 他就把你弄死 就这么个事 所以恶性案件就会增加 所以方舟你看你是作家 作家应该观察社会心理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中国现在 很多心理需要适应 你比如说 包括说熟人社会 像你采访 那但是现在很多人 又跑到城里去了 它实际上 我甚至觉得 现在可能全体中国人 都需要适应一个 从熟人社会 向这个陌生人社会的转变 您刚才讲语言 我有一个特别 我一直想跟你讲这事 挺有意思 我觉得我都是一个 熟人社会的人 因为那天 我看一个英国留学生 写 他说 我们到了英国 我才发现呢 什么叫陌生人社会 就是说 每天告诉你新闻的是陌生人 对吧 你病了 照顾你的是陌生人 你死了 烧你的也是陌生人 造你那个核的 都是陌生人 但是呢 他注意到 比如在英国 陌生人见到面 也很可以信任 就是你比如说 那个送报纸的 有时候就给你送车库去了 那门都不上锁的 对 他跟房东说 这还了得 房东表现的 没什么了不起吗 他说 像我们到那儿啊 就完全觉得一开始很难适应 比如说办个签证 对 本来有陌生人社会有很多 你办签证啊 到哪儿办什么手续啊 他说这些说明书 我们都看不懂 对 我就想到我自己 我就觉得呢 你看我虽然在现代城市生活 我就发现了 我在某一个语言上 就是失聪 办个驾照 办个签证 我就发现了 不会 窗口里的工作人员 跟我讲的话 我需要他重复好几遍 我才能听懂 但是呢 我就发现实际上 我之所以还能活着 是因为我的朋友 这个加起来 是一个百科全书 我非得从熟人这儿听 哎这事 怎么办 医院 怎么怎么挂号 我要按照那个 陌生人社会那个 我就发现 我到派人所 我都听不太懂 对 其实我有朋友也是这样 他 我就潮善这边的朋友 他买什么东西 他要看他的朋友圈 看他的这个潮善老乡 在卖什么 他就跟这人打电话 说我要什么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 不用淘宝 他说 没有淘宝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从来没有用过淘宝 从来没有下载过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是一种 此消彼长的一种关系 就是当现在年轻人 他们就是熟悉了 各种这个手段 和技术手段之后 他对熟人社会的 依赖性就降低了 但是我觉得 你对这个 这个这个 各种技术手段 包括对市场社会 不熟悉的话 你对这熟人社会的 依赖程度就会变高 你像你去东莞 什么哪里去采访 你是不是觉得 你比如说 你像我们在香港 都知道 就是东莞商会 什么潮善商会 特别明显 他们还是保持着这种 就是你不是熟人社会 不是熟人社会 你连发财都发不到 没错 特别明显 我做过一东莞的报道 那时候我们就专门 我想去了解一下 东莞这个城市很神奇 就是它既不是特区 不像深圳这样 有名分 对吧 但是它的繁华和发达程度 这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对 我那个报道 当时很有意思 一个发现是什么的 就是说早期 东莞来投资的 这些老板主要是港商 而那些港商 其实就是当年 从东莞逃港 逃出去的 然后老乡啊 堂兄弟啊什么的 在香港立足脚了以后 办过七八十年代 办过工厂 积累了一点资金 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初 那个东莞当时这个领导层 市委书记市长很开明 他想一办法招商引子 是怎么着呢 就去打听在东莞 谁你家谁 当年逃港出去了 你家这有什么亲戚 在香港那边办工厂呢 就让你去香港 去跟他好好 好吃好喝 把他劝回来 能不能回老家 办一个工厂 整个是这个同乡会 当年这个家族 一串一串的 给拎回来的 你说这个改革开放之初 你发现没有 他还是爱国华侨 对吧 带来第一波 对对对 他这个本质上 还有点投情靠友的意思 他你刚才讲 这个熟人社会 和生人社会之间呢 主要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今天没有信任 而且是缺乏 就极度缺乏信任 你做什么事情 尤其跟你进的 比如你家里 请一个人保姆 你第一个 你要防止他拿你东西 他确实拿你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拿 他准有人拿你东西 而且一旦拿你东西 这个事情被放大以后 所有人都开始不信任 过去我们小时候 就没听说过 就是家里请的人 去拿你东西 怎么可能呢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 你看到大量的新闻报道 比如那天我看一个 一个人说他孩子小的时候 半岁的时候请了一个保姆 结果两个人一忙 那保姆抱着孩子 没了一走26年 那谁受得了啊 所以这种事情呢 他在对社会的打击 是非常大的 那么就只好相信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 这个有一个特别逗的事 就是他在南方 就我刚才说 他如果有个特定的原因 封闭环境 他保护的比较好 一旦他是一个开放环境 他就出现一个现象 叫杀熟 他就死了 没错 就是连生带熟全死了 咱就变得输出无测 所以马爷您说 现在很多时候我就有个犹豫 就是该不该找熟人 你就失聪了吗 就是你生的也不准 我没这能力 不是 我离了熟人 我发现我没有在陌生人社会 就肯定按照照张办事的 这种能力比较弱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 比如家里请保姆 好你找一陌生人来 你跟防贼似的吧 好也有那个 农村里有亲戚 来照顾孩子 结果呢 整天这个老婆抱怨 喂奶的姿势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但是没法说 那是亲戚 那这个有时候你找一熟人来 我现在觉得就有两方面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你办个事 就好麻烦 真的认识一个人 你就这太家伙 太有用 你不是说 尽管谁都批评说 医院那个排队 怎么着 加三是吧 那换了你要是医院里认识医人 我也假设 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吧 就是太省事了 可是呢 你又会发现呢 现在很多时候我都在犹豫 好像又不合规矩 不仅是不合规矩的问题 就是你要不要欠个人情 就是说 这个你找了人家帮忙 哪怕人家不找你了 你还回去 那天我看一网上一文 说挺有意思 就是你今天这个社会 本质上你这个账怎么算 好 他在一个城市结婚 亲戚说送你一个三门大衣柜 对吧 然后呢 这大衣柜呢 是找这个火车 这个什么叫灵弹呢 是什么运来 还是说不用 我给你找一司机 找一司机都是哥们 都是朋友 司机带他这亲戚 装着这大衣柜 给他送来了 好 人情太大 送来了之后呢 他们家呢 就在庐山脚下 然后就是这司机说呢 没去过庐山 第二天呢 还要赔油 赔着 上庐山 在这个得吃一顿 还说第二天也没在你家住 就我们连夜就回去了 最后他算了算 比火车越费 贵三倍 而且呢 你永远觉得 欠着他的 对 就我觉得人情是个很微妙的事情 我觉得我小时候看一个笔记小说 然后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 他到同乡家做客 就因为他曾经帮过他同乡一大 就是一个大忙 你知道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心安理得 他晚上就听到他的同乡 跟他老婆商量 然后还有个同乡跟他老婆说 说这人曾经帮过我一个大忙 他老婆说 你这样这样做 还得上这人情吗 你同乡说还不上 然后那你再加码 再这样做呢 还不上 再这样做呢 还不上那老婆说那就只能把他杀了 然后 这人听到连夜就跑了 所以我就觉得确实 你有的时候 你也不能帮人家一个大忙 人家觉得还不上 反而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干脆去了这个严重钉 我一个朋友他就形容挺好 他就说帮忙这件事 他就分利息和本金 就你帮点相互帮点小忙 你动的是利息 有借有还 钱升钱 但你如果动了这个大的本金 你帮人家忙也好 你被帮也好 你都要考虑到你能不能承担这后果 你有可能就被干掉了 马爷你现在求熟人帮忙 是个什么心理 我就很痛苦 你看我没求过你 我求您了 就是人求您 就是你求一个人 今天你会有一种内疚感 尤其像我们这样 就因为我还有一个年龄 就我年龄比较大了 然后你还有一个假象的社会地位 然后你去求人家 人家就有人办不成的时候 他会特别努力 特别努力 交代不过去 交代不过去弄得你还很痛苦 所以每次都是会试探 谁有什么个路子 我们今天确实是一个人情社会 就是你没有这个路子 你很多事就死活都办不成 就突然你找到一个人 很简单就把这个事办了 所以你就被迫想相信这个熟人社会 相信我怎么信任你 过去那种生人之间的信任 就是丢得一干二净 我就讲一个事 我刚才你们讲这个生人熟人之间 我忽然就想一个事 我想我结婚都三十多年了 就是我老婆那时候刚跟我结婚 那时候她自个儿去杭州 去杭州呢 到杭州以后呢 她要去到林隐寺进去拜佛 她拜佛的时候 她比较信佛呢 她就说我身上第一不能带钱 第二不能带什么 就什么都不能带 然后她就把一个书包呢 把她的钱包书包和身份证件 什么就搁到这个书包里的 就是她路上认识的一个人 她给了这个人 她说我进去拜佛你等我 她一进去呢 比她想象的时间长 大概有两个小时才出来 那人还在路边等着呢 你今天先别 先别说有没有这人 今天谁敢了 干这个事 你根本不认得这个人 就不认得就非常信任 那时候那个社会 这时候我说就大约三十年前的社会 是如此的信任 如果不是一个如此信任的社会 他也不会去做这个事 今天有没有这种人 我想依然有这种人 但是没人做这件事 人有的事都敢给 我今天给你我就敢 但是人家不是假设你 谁都不认识你 对呀 咱们在座的人都会在那等两个小时 但是谁会信任你呢 这是有个问题 所以您知道就是我记得是陈寅雀啊 现在要读陈寅客嘛 是吧 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道德变换的时代啊 他说有一种人叫巧人 有一种叫捉人 捉人 捉人啊 就是巧人就是享受了新规则的权利 用新规则的权利避开了旧规则的义务 用旧规则的权利呢 避开了新规则的义务 他说这个捉人 其实就是老实人 就是笨人 就是承担了双重的义务 没有用好权利 对呀 但我觉得其实在现代社会 我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我以为我是摆脱了熟人社会的一代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这种亲戚 亲戚朋友也都不在 亲戚也不在北京 然后我也减少自己的社会需求 来降低自己的社会关系 然后我就我不帮人 人家也不帮我 但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现在这个 你不知道谁就成为你的熟人 我那天遇到一个事 我很苦恼 就是我的中介 人卖我房子的中介 他找我借十万块钱 他说姐这关我实在过不过去了 我找你借十万块钱 他说我们都很熟了 我就觉得怎么说我们就很熟了 但他认为你看我天天见到你 我还给你卖了房子 我们就成很熟 然后我最后没借给他 但我内心非常的纠结 然后我妈那天还遇到一个事 就是因为每天找我们家送快递的 都是同一个人 然后那个快递就说 说大姐说你借我五千块钱吧 我们都那么熟了 然后我妈就很害怕 你知道 因为那人 她是个我们家的快递 她知道我们家住哪 她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所以我妈说怎么办 然后就给她打了点钱 说你别还我了 但是就把她拉黑了 就很害怕 所以我觉得当今 我们好像觉得技术 这个导致不是熟人社会 但有的时候 你生和熟的界限也变得很模糊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真事 我们家亲戚发生的真事 吓坏了 就是 就是他们住在十几楼 然后呢 那个 有个保安 这个保安呢 人挺好 所以呢 每天见面点头 就是这种关系 每天见面点头 有时候呢 看你拿的菜多 帮你个小忙 这就算认识 但是就有一天呢 她那个 那个电话响了 她这个保安说的很突兀 说是这个 我老婆从村里来了 今天晚上能不能 在你们家住一下 那你这比借钱还恐怖 就是说 她不用住 睡卧室 就是你们家不是有客厅吗 她就在你们家客厅地毯上 打个低扑就行 我 你知道这会 吓死了 这会给 我们家姐亲戚 她带来很多个恐慌 你知道吗 因为 首先就是说 为什么选她家 当然不好 当然不可以 但是呢 怎么拒绝她 你知道吗 又怕说 怕后果 甚至说 哎呀 要不要投诉啊 但是有时候又不敢 对 说这你得罪了她 对对对 你也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说这事怎么办呢 最后就是说 咱们给她找一个 酒店啊 找一个招待所 把老婆这个安顿好 然后呢 就从此呢 见面还打交换 你知道吗 就害怕 然后害怕 最后呢 还给了她两百块钱 对 这很好 就是怕 就是你 就让她欠着你了 就好一点 你欠着她肯定是不好 你知道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吗 就是说 她认知不一样 就是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种 就是她的乡村生活逻辑 你也不能说这个保安 她想的不对 她是不是在村里呢 就是觉得咱挺熟了 我天天见你 我天天见你 我老婆到城里来 又没钱住什么地儿 没地儿住 今天就在你们家 哭就一晚上 有什么不可以呢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 她觉得熟人的 这就叫假熟社会 我们今天就见了 假熟社会 天天见不一定熟 对 现在都是假熟 有人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那种 你说你不熟吧 你确实认识这人 然后她提出的条件 你认为就是非分的 但她认为是在 不仅是合理的 还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 对 所以她不觉得是个事 她觉得你那房子空着也空着 对对 你不要客厅 反正也没人呢 我帮你 我还能帮你干点活呢 对对对 我也不收你工夫 怎么说呢 所以这里呢 就有很多问题 你比如说 就刚才我说 就是家里进生人这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 她比如生孩子 或者各种情况 家里要请人 请人呢 无非就是要不然家政公司 要不然就是找乡下 就是老家的人 我有一个朋友 那事儿 后来事儿巨大闹的 就是他呢 你就请着这个老家的 而且这老家呢 就是老家的老家 反正拐来拐去的都是 特远的亲戚 还是占亲了 因为乡村这种占亲 是说不清楚的 就比较远 他是需求远的时候 他就特远 需求近的时候 他就特远 这话乡村人就这么解释 有事儿啦 咱就是真亲啊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呢 他不是喜欢收藏吗 他就看拍卖会 突然看拍卖会 看一幅队联呢 说 哎 这队联不是我买的吗 怎么在拍卖会上 卖呢 然后呢 他就 他就 他就去看见 我说 他就问我 我说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他说我怎么不确定 我花稍几万买的都能说得下对 然后我说 那就是从你们家跑出去 对对 我说你家里回 谁拿呢 你老婆哼是不能拿着去卖吗 那就是家里的人 结果呢 我说你不能动这事儿啊 你直接报案 他就报了案了 报了案这边呢 公安局去了跟拍卖行说 这东西先停 因为他能出事发票 他买的发票和什么 他这个很 证据很完善 然后公安局就把保姆 从他们家带走了 带走以后 公安局马上就把他给叫过去 说他拿了不是这点东西 然后他一下就愣了 结果那单子一看 拿那东西多了去了 多了去了以后怎么办呢 他这个公安局就跟他说 现在我们正在侦查 就没有立案 如果立上案 你是没有权力撤掉的 告诉他了 那么他回去跟他老婆一说 他说那怎么跟老家交代 那老家的人全会来 你把他抓了判了 行老家的人绝对你们家人来 这怎么办呢 而且呢 东西绝对追不回来 就是你把他判成刑 你顶多就出一口气 钱就回不来了 但恶果会来 没错 老家的人 你伤了整个网络 想了半天 想了半天 要把这口气全吞了 他说那我就领回家来教育 要痛苦吧 你说是不是 一点办法都没有 把理和人情 对 解释没法弄 你说魏老师 你经常跑乡村采访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种 现在我们的不知所措 就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 界限和关系 每个人的定位 差异化特别大 原先是比较稳固的 我村里的定位 就是这么样的 对吧 不管是你的血缘家族的 这种亲行关系的远近 基本上是农村 我觉得是以这个来定位的 但是因为很多 后来这农村的 出来打工了 然后在城里 有的发了财了 有的没发财 又回去了 就整个的这个 关系远近就模糊了 城里也是一样的 你讲 不是我是觉得 是不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 他有自己的一套信用体系 你比如说 大家说这个人人品不好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人 但是你一旦产生了距离 比如他来到城里 或者他就脱离了这个 信用体系和惩罚体系 他又不受法律惩罚 又不受人情惩罚 所以这个就是 还回到刚才马爷说那个 这我也特别好奇 就是我 因为全国采访 基本都走遍 我感受比较明显的 就还是福建 广东 浙江 就这些地方 他那种坚固的那种 宗族关系也好 家族也好 同乡关系也好 他是一种相互之间的 信任的契约 还是很强的 对 就为什么我敢趴 借你几万块钱 不用打借条 那是因为我背后有很强的 你这种网络的这种契约在这 就是我觉得你这人肯定跑不了 你即便这笔账赖了 说你真不还了 第一我认了 第二关键 最大损失是对方 就你再借也借不出来了 你在这个网络中失信了 你在这个网络里面失信了 反倒是北方这个东西是 松散的 松散的 南方的那个 就是我没用了 而且似乎你觉得 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圈层里 还能持续 对 对吧 甚至在 这个也是华人当中的一道啊 全世界都有 他就有凝聚力 他抱团生存 对吧 他这种凝聚力呢 导致呢 是什么呢 导致他帮派 你比如说 就是这些年少多了 前些年像台湾啊 什么那什么独联帮啊 什么各种帮派 他一定都是这个文化 他这种文化中呢 他在表述的过程中呢 如果他有一种 他自认为 优于你的语言系统 就咱俩 我咱俩说话 他们听不懂 同乡 这是不是优越 就咱俩赶得优越 他们俩可能看着我们俩很傻 说的叫什么话 过去北方人说 南方人说鸟语 是吧 那是你蔑视他 但是他说这个话的人 他觉得你不行 你听不懂 你一套语言系统 我两套语言系统 我就忧于你 双语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过去那个 为什么就我原来讲过 就中国早期做生意发财的 全是特出语言系统的 小鱼绒 中国四个地方的商人是层出不穷 一个是潮汕地区 一个是闽南地区 一个是温州 还有个宁波地区 这中国的大商人 你挨个牌 就你能说出名的 全出这四个地区 而且你感觉啊 这个思想改造 还真没咱们北方人彻底 是吧 嗯